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林梓彤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 欧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市场观望最新美国企业的业势表现 美股导致和标普500指数 星期一反复破顶 兼同一起创收市新高 电动车生产商Tesla 好消息不断 原股价曾经再升近一成半 连续第三个加益日创新高 看回道指 轻微高开15点之后 曾经倒跌之后 曾经升过110点 收市升64点 收报35741点 标普空白指数升21点收市 收报4566点 纳资方面升136点收市 收报15226点 美国上市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个别发展 会控制本贯收市升1.55% 腾讯升0.13% 阿里巴巴跌1.61% 美团跌0.65% 国寿跌0.57% 中石化升0.51% 中石油升0.93% 欧洲股市亦是个别发展的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市升18点 收报7222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收市升56点 收报15599点 巴黎卡格指数收市跌20点 收报6712点 看油价方面 国际油价就做好了 其中旗油再创7年的新高 高盛看好布朗特旗油的油价前景 预料未来可以见到90美元的水平 看好旗油早段曾经高建过85.41美元 是2014年10月以来 第一次超越85美元的关口 收市没什么变动 黄牙咸收报每桶83.76美元 伦敦波拉特旗油收市升46,000 收报每桶85.99美元 看今价纽日期今 升穿1800美元的水平 创6个星期的新高 纽日期今收市升10.5美元 收报每安市1806.8美元 看会市方面说完 是7.774日元 113.821 欧元1.16 英镑1.376 瑞士法王0.92 加盐1.238 欧元0.749 纽沙人员0.717 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息率1.64 而30年期债息率2.09 看港股 刚刚开市 虽然市场都是满局为主 升38.26170 但各股方面 尤其是电动车股 走势 完全跑赢 比亚迪升大约6% 长期越升越有 暂时升近半成 年代电池股 1772禁锋 升大4% 东岳189 升大1% 但都叫做跑赢大市 现在除了因为 Tesla的股价 连年破顶之外 比亚迪也有新闻 传电池 将会加价两成 所以今天就爆得这么厉害 这次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回到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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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